歡迎收看FJ234 今天這個單元是 能吃JOSCHE FOOD 你知道這個名字很像一個東西嗎? 大小S 大小S 哈哈哈哈 因為呢我覺得大家最近都把FJ跟男體掛勾在一起 可是不是的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很生活很大眾的單元 耶 所以未來會有這些那種比較生活的VLOG 希望大家要習慣了好不好 那今天由我來介紹這個吃飯的地方 叫做金壽司 它位於府中走路只要5分鐘 然後是一個 是嗎? 哈哈哈哈 剛剛走很久 你不要吵 給大家一個希望 走路只要10分鐘 而且是一個非常好吃平價的日式料理 期待嗎? 超期待 Let's go 今天來吃的金壽司 但是也沒有那麼簡單 是 因為畢竟錄影都有挑戰的 每一道菜都每一道菜的問題 你必須答對的餐 多吃我幾口 多吃你 你有信心嗎? 我覺得沒有 我很笨 OMG 好 第一道菜來了 這節目好實境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第一道菜是和風洋蔥 是 第一個問題 請問為什麼切洋蔥會哭? 你一邊看劇一邊切無關喔 就要說你看劇 哈哈哈哈 你看劇太感動 所以在看理師吵想就忍不住了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什麼成分 你只要說出來就可以 哈哈哈哈 好 我提醒你最後一個字 什麼什麼酸 很簡單 不是杏蘭酸 杏蘭酸是做臉的 哈哈哈哈 水洋蔥是去豆的 對 去豆的 很好 對 胺基酸 哇 哈哈哈哈哈哈哈 恭喜 你算勉強 你算勉強答對你可以試吃了 很厲害耶 你是喜歡吃洋蔥的人嗎? 不是在老闆娘第一次來的時候 她說一定要點 好 還可以嗎?老師 但寶貝你知道其實 像這樣的處理 所以她不是切完然後淋個醬就給你了 為什麼還不是喔 她中間一定要泡過冰水 然後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不然洋蔥其實會是更強辣 哦 所以洋蔥很強辣嗎? 幹怎樣啦 你強辣辣妹 是一個土台妹 所以她如果不處理的話 她可以整顆給你吃 對 第二口菜來了 桃卷 這個是 山藥 哦 鮭魚卵 哦 鮭魚在秋季餐卵 沒有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鮭魚的英文 A. Almond B. Turtle Fish 鮭魚 C. Almond Fish D. Stolman Almond Fish 烏龜魚 不對 Solman 哈哈哈 我英文沒那麼說 所以 Almond是杏仁的杏仁 所以這兩個去掉 你很適合參加以前那個 謝正伍的節目 哈哈哈 會有一百萬的那個節目 Solman 跟Almond Almond 哇 這兩個很像哦 沒有很像 差那麼多 可是 你知道我英文沒有很好 對 所以我覺得它聽起來是 Laisers 啊 啊 D. D. 打錯是D 哈哈哈 誰會選Almond 我不知道Almond 這個感覺就很鬧啊 我感覺很像是一個白人男性 哈哈哈 這個也是算小甜點 我來的時候一定會點這個 嗯 嗯 溢出來的很好 山藥整個跟那個 一樣噴出來 嗯 這山甜的 嗯 這真的山藥嗎 哈哈哈哈哈哈 一樣耶 哦 日本山藥 日本山藥 下一道因為我雖然喜歡吃蛤蜊 嗯 所以我特地幫你點了一個蛤蜊湯 哇 嗯 請你寫住蛤蜊 中文跟那個 跟注音 注音 我有寫錯嗎 我有六包 蛤蜊 蛤蜊 你真的是中文很長 但我想這個答對 對 但蛤蜊的注音其實叫做 蛤蜊 蛤蜊的注音就是蛤蜊 別念三次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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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有呼籲一下 如果你是剛出國回來的朋友也要記得在家自我隔離喔 而且你知道我覺得蛤蜊湯最兩難的地方是 它有時候要加薑絲進去去一個味道 小味 對 可是重點是有時候薑過頭會吃到有點辣 可是它在剛好的狀態 剛好的階段 而且它蛤蜊的味道非常濃 對對對 而且蛤蜊湯最忌諱的是 蛤蜊本身在它心不在 就知道它肉不見了 人在心不在 就是 撈出來怎麼都是空殼啊 或是吃熱炒的時候 你就會先把那個空的挑掉 然後你就覺得你夾很多 都是你在吃 因為你只是想說先把空的奶夾掉而已 然後別人就說 恐怖那時候吃了很多蛤蜊 都不是留給別人 他有自私喔 好下一個是梅太子魚子燒 然後這一題 有點困難 然後你看到這個數字 5加5加5等於555 用一筆畫 然後讓它變成合力的忍耗 反正你想越久十五就冷掉了 反正你想越久十五就越冷 我跟你講這是要開根坑嗎 你說開根坑 不是不是不是 看好囉 謝謝 5加5加5等於555 加一筆 545加5 加5 545加5加5 抽到一個加5啦 等於555 5加5等於55 懂了嗎 好啦這題是我的問題 來請吃 老闆娘 明太子是哪個哪個是什麼啊 選魚卵 喔 選魚卵 喔 明太子是選魚卵 可以嗎 可以嗎 形容 你看把它切起來就搞這樣 然後把它放入水中 它的味道是 都吃得到 它在你嘴巴裡面有九九八十一種店 你有感覺到它在重煮 然後又 它裡面長這樣子 中間是不是有洋蔥在裡面 而且有烤過對不對 對 你認真 所以根本就一人一半感情不會散好不好 有些點是甜鹹控 嗯 它很喜歡吃甜鹹甜甜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甜鹹控定食 它甜不會到很噁心的點 嗯 這是鮭魚吃生中 下一題非常簡單 正統的鮭魚 鮭魚就是一個名字 但正統的鮭魚叫什麼名字 A 大東洋龜 B 大西洋龜 大南洋龜 大北洋龜 對 北部我先化掉 嗯 可是我覺得大西洋西洋沒有 對 我覺得西洋就是 都是一些工業用 沒有啦看一下 我覺得西洋不合理 嗯 你已經答錯了 我已經把它化掉了 對 西跟北選一個 大西洋龜跟大北洋龜 對 那我選大北洋龜 對 答錯 但是你還是可以吃啦 因為畢竟我們是第一集 不要對你太嚴格 我們吃在之後會越來越嚴格 之後你錯的話 就像食尚網友家一樣 在旁邊看我吃 然後你之後走出去去這樣子 來被虐待 請吃 它鮭魚是非常厚的對不對 對 比你去夜市的牛排 夜市的牛排還要厚 他們也吃不到 Sorry 你好 哈哈 如何如何 很小 你看什麼美食節目吃一口 結果反應就騙人了 怎麼可能啊 你有沒有在用心品上食物 我覺得一個好的鮭魚 會有一種奶香 喂 你懂那個奶香嗎 我不懂 因為我多時才在吃蒸鮮 我曾經去過一個港口 吃過一個真的是現 現沙的鮭魚 對現沙的鮭魚 然後它就會有一種奶香 可是一般人都會 例如說可能 沾醬油的面積是很大的 但其實你還有只要這樣子 對你剛剛只在一點點而已 重點不是醬的味道 重點是鮭魚本身的味道 如果仔細看一下它的油花分布的 真的是很漂亮 非常漂亮 讓你得意然後它的鮭魚 比我們還漂亮 它鮭魚這麼好 最後一道就是炙燒鮭魚肚 那它一共有幾個 六個 好 所以這一題長這樣子 這是羅馬的數字 不知道幾 但是你要用一筆畫讓它變成六 一筆畫讓它看起來像六 對 鮭魚肚說 快點答對 快點答對 2 1 3 好像六 2 1 好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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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覺得這家電影的政變之寶 我一開始吃我就覺得 我記得從這邊 推到那個澳大利亞那邊 哈哈哈哈 來搭上飛機 老闆娘這不用加醬 這很好吃對不對 直接吃 直接吃就很好吃 給大家真實的反應拜託 好不可思議到鬆掉 你不要看它像很單薄 其實它很漂亮 你很怕以後吃不到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以前一直覺得 你要說什麼 我發現那個肉在嘴巴裡面化開 是騙人的 我現在的東西主要是真的耶 你只是感覺它真的會化開 它這個化不是像棉花糖那樣母蟹 是你會知道那個油脂開始這樣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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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脂在舌尖裡面跳水泄舞 然後跳跳它是蒸發 下面那層是生的 然後上面是用火烤過的 然後有一點焦焦的感覺 嗯 那如果你把他取一道菜名 你會把他取什麼名字 張子儀在你舌尖跳十面埋伏的金骨舞 我說 老闆我要點一份 張子儀在你舌尖上面跳十面埋伏的金骨舞 還金鴻舞 金鴻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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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是一個撞生詞的 是嗎 老闆我要點一份 很貴衣服 而且我剛剛就是健身完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成果 你今天在哪裡 屁股 有耶 我已經聞到你剛門的味道了 下飯了 我那一開始給我利湯的味道 謝謝你今天帶我來吃什麼好吃的餐點 真的齁 真的非常好吃 好啦接下來我們進去做一個環境 你知道吃飽怎麼樣最舒服嗎 嗯 吃飽完後再聽一個八卦 哦 八婆們的茶餘飯後時間 好 有一個八卦筆記啊 你知道網紅 然後呢 他去X他就X我來囉 那個我可以先借住你家嗎 但是那時候X是X 所以他是不能在外人進去 對對對 但是X就去住那邊OK嗎 所以他X帶了別的人進去 然後那別的人就是非常不理喬 那就是可能對大家這樣子 擺一擺一眼啊 覺得自己是什麼第一把之類的 嗯哼嗯哼 換你之後 然後X的室友跟X還變在X透了 太過分了吧 嗯 然後好像講不聽 最後X開之後 去很久了嗎 那時候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男的也要負責嗎 他屁股走人 他也沒有他也不知道 他就是 沒有變耶 他沒有變 還是到處添亂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吃晚餐點給幾分 有些菜我會給他90多分 喔 有些菜我會給他80多分 但是他平均算下來就是85到90 喔算高的 對算高的 那八卦呢 八卦 我給100分 只要有精彩就有分 有講述就有分 而且很好聽欸這個八卦 真的嗎 那下次你是完蛋 要超越這個八卦 要超越這個八卦 加油 掰掰